今天天氣很冷 但是我到裡面來還是很熱 還是拖起衣服來 所以在這邊總是很溫暖的一個教室 我鼓勵大家有 這個禮拜六有空檔 至於說有優子孫明教室 大家盡量來參加 我一直覺得這個教室 應該在台北所有演講活動 教室面品質最好的 最有用的 最實用 不講大話 他是講每天生活 怎麼可以用到來創造 幸福人生的種種方法 種種建議 不過講的人不會讓你幸福 幸福要自己去做 只是提供一些啃的方向 大家怎麼去俗見它 我今天講的大概是一樣的 下午最近有幾個新聞 最近有個新聞大家不曉得看到 有一個偶爾底是非常大家很熱烈的討論 一個就是青少年的故事 在中部地方內 幾個孩子就在玩在怎麼樣 那這個鞭炮不考慮人家旁邊有什麼樣 他就放鞭炮 然後就讓人家的什麼 就起火啊 就燒起來 青少年喔 一個人就很好奇 兩個人好奇兩倍 三個人好奇增加很多倍 然後還用倍數增加 所以就很具有冒險性 這是所謂的青年人的 人生遊戲啊 但是會住在小亂子 也有可能 這個青年呢 他不只好奇 他還很怎麼樣 很這個 朝氣蓬勃 意見又多 所以跟老八兩個一吵起來 這個老八總是佔優勢啊 他也不一定就要佔劣勢啊 在這個互動當中呢 就開始生氣啊 就拿這個東西去亂丟 從樓上丟到樓下去 傷害到人家下面的 還要去賠錢了事 更嚴重的是 因著這樣而會 跳樓也有 那麼前一陣子 轟動台灣社會的 台大校園的 情殺事件 那是青年人的 生命遊戲 所以生命遊戲可以 他們過得越來越辛苦 有些遊戲是 越來越嚴重 有些遊戲可能造出來的後果 我不想帶啊 但是總是 有時候可能會 有些某種程度 可能對自己 對家人 對左偶人 某一些傷害 所以今天 講生命遊戲呢 希望說 這個年紀大的人 在座各位 年紀都成熟了 我們今天青少人比較少 不過呢 在 年紀越大越覺得人生 真的是一場戲 每個人要把你的角色演得好 演得 入味 真的活得有意義 就是 年紀越大越覺得 這一場戲要怎麼去演 但已經演過了沒有辦法再回去 哎呀 這個年年沒有辦法來向前 只能告誡別人 哎呀 你怎麼怎麼 這叫人生 或者人類經驗的傳承 你怎麼樣 怎麼樣會比較 因為你已經 後悔都來不及了 因為 當在下 在玩這個人生的時候呢 就人在其中 就入味道裡面 就沒有辦法跳開來看 我這個演得怎麼樣 所以人生這場戲呢 應該是很精彩 我們可以欣賞欣賞別人 看看自己的 真的也要鼓勵旁邊人 把那個戲的角色演得 下到好處 既入味又能夠達到 這種幸福人生的境界呢 那這一場戲 事實上我是覺得 非常的精彩的一場戲 我們在座各位假設有 有三四十個人 我們就有三四十行戲喔 哪一天 一個人 我講我的戲 你講你的戲 哇 這幾場下來的戲 應該是蠻精彩的啦 那裡面有很多顛波 有很多意趣很好 有很多是突然來的一些惡運 有些是被人家怎麼樣欺騙的 哇這個是 事實本身就夠精彩 你怎麼去面對更精彩 面對又得到經驗 可以傳承的 那才是人生的 pearl 真知啦 人生我們都要 生活當中要去哪一些真知 錢 不要走了半天 都沒有真知 得到真的可以用 可以傳承的 可以 自己 可以 這個好像是 這種 經歷過了什麼時候 得到了 這種 某種生活人生的智慧 可以運用的 這種人生的智慧 那 《經見道》 等一下我會稍微介紹一下 這精神健壯的方法 這些人生的 這場戲過來 假設精神越來越健壯 活了就靠一口氣 到家講精氣神 把氣拿掉 就是精神了 假設精神是越來越茁壯 這一場戲演得就越來越有幽默感 要哭也哭得非常的淋漓盡致 要哭也哭得非常的過癮 這精神健壯就身受住日了 能夠面對有衝擊 有這個痛苦 但是我能夠彈回來 睡了一個覺 幾天以後 一禮拜我又彈回來 這個精神健壯是既有 非常充沛的生命的動能 是腦所產生的這個動能 能夠面對人生的苦辣涉嫌的種種挑戰 這叫精神的這個健壯的方法 那今天我首先在青年跟父母的這個議題 剛才講的這個人生 我總覺得我做這樣的設定 我想在座各位我們的心願總是要過得 幸福快樂 人生要幸福 不管人生的足足上你的這個腳步走過多少 碎石頭路啊 腳多痛啊怎麼樣 或者你都是走在柏油路上很順暢 都有共同說人生要有一個幸福的人生的感受 要我能夠這樣就剛才提到 要操練我們的精神要健壯的 所以幸福的人生不是突然掉下來 不是你廟裡面抽抽籤然後拜拜就好了 那只是一個起頭而已啊 下面還是自己要努力 那個籤裡面寫的都是自己要努力的方法 它不是注定一定怎麼樣 所以要怎麼去操練 讓精神可以健壯 精神健壯以後這個心願呢 對年紀很大的人 我們現在社會上很多的 或者政府花很多錢 都怎麼照顾年紀老的人啊怎麼樣 但是我建議大家呢 要照顾年紀老人 現在開始照顾自己 以後你就不必人家照顾你 你反而可以照顾別個不懂的 沒有來這邊上過課的人 你要給他照顾照顾 所以年紀大 不是現在大了去照顾 這個都太慢了 他也感受不到你怎麼照顾 那你也不曉得怎麼照顾他 所以現在花很多力氣 得到效果不會那麼好 所以我一直鼓勵大家 現在為自己的年導 開始做必要的準備 也就是要讓自己精神健壯 精神健壯以後 自然交一些朋友 我把精神健康基金鼓勵 大家要經營人生的精健家族 因為我們現在的孩子 兄弟姊妹 因為時空的關係 工作的忙 很多有孩子 還是孤獨兩個夠日子 一個到美國 一個到中國去發展 家裡面只有他們兩個 再一個年老了先走 另外還剩下一個 這是目前的常態 不肯孩子住在一起 這叫做全球化的現象 每個人到處跑 你年紀老不跑了 那就自己在家裡面 那假作平常就有精神健康家族 平常就山魯閣來聽演講 山魯閣來做做助攻 山魯閣大家一起辦一些什麼活動 像剛才佩賢講 我們的同仁講 說16號那邊有活動 山魯閣就去那邊參加活動 去招呼人家 你第一次來來參加一起活動 做這樣覺得有益的事情 就叫山魯成群 將來年紀老了以後 不管是什麼 三個五個 假如三個住不同的兩面 還可以來一起集一集 到中間地點 還可以集會 年紀老是老後會動的 其實比較不會動的 這幾個呢 就永遠有人陪伴 年紀老了就是陪伴 不至於孤單在那邊只有喘氣看天空 有人可以 還有現在爛臉方便 反正我手可以動可以發爛就可以 那你要能夠對方會欣賞你 你會欣賞對方 就平常要經營這樣的 精神健康價值 精神健壯的價值 身體可以虛弱 精神不可以虛弱 肌肉會沒有力 你精神永遠是健壯的 才可以感受到愉快跟快樂 可以感受到幸福 有些人明明就那麼幸福 他感受不到 就會很空虛 這我最近常常看到這樣的案例 依照旁邊的人 太幸福了 有什麼女兒住在一起 他們都是很正派的兒女 自己每天可以上市場買自己喜歡吃的 但是他覺得人生非常沒有幸福感 腦的能量不夠 精神不夠健壯 以至於最基本的享受愉快的 能量沒有了 精神不健壯 在享受人間人 約會 說哪一天一起吃飯 哪一天一起看戲 這種快樂的感覺 更沒有了 感受到幸福的更高層的幸福感 也感受不來了 明明有沒有辦法擁有 這算很可惜 明明有 口袋裡面有 但是摸不到 這個很麻煩 所以及早經營自己的 怎麼過老年 事物非常重要 假如說整個團社都是 現在每一個人都經營 三四十四五十五六十 都經營你要過八十歲的生活 九十歲的生活 到時候人家真的要來陪伴你 效果才會出來 要不然現在很多人陪伴 大家看看我們中正紀念堂 很多請外勞陪伴 有人陪伴 但是陪伴的結果是如何呢 倫理他們圍圈 那些年輕的就圍圈 這幾個做倫理 大家也不知道看什麼 都不講話 這個就是他們沒有及早經營 經見家族 有人陪伴沒有陪伴的效果 所以年紀老了的陪伴 因為孤獨是很傷心的 傷人的心 也很傷身 孤獨是好像是生命的毒藥一樣 所以我們在座各位 假如你有點孤獨感的話 最好趕快採取行動 什麼行動呢 每個禮拜這邊有活動 都來參加就好 參加 然後跟這邊的助攻 穿我們的這個 在攝影的助攻 或者後面穿這個衣服的時候 跟他做聯絡 哪一天你們有活動 你們去哪裡爬山我給你去 或者你們哪一天去喝咖啡我給你去 動靜兩鄉野 能夠來就減少孤寂的感覺 慢慢可以跟周圍環境的人事物 跟周圍的土地 跟你們生活環境的一些文化內容 產生連結 只有有連結就不會孤單 就不會孤獨 所以在這個現狀裡面有人陪伴 可以感受到被陪伴 還有你可以也陪伴別人 兩個詹琪不是只有你被陪伴 你也要陪伴別人 這種效果才會出來 心靜 夠得很平靜 我會覺得年紀老到某個階段以後 我現在也是老了 但是我這個老不算真老 所以老有這個 少的老有中的老有老的老 現在在這各位能來這邊 都算不算老了老 老到很老 真的身體虛弱 他就有一些陪伴的 要心靜過得很平靜 準備接受人生就是怎麼樣 一場漂亮的戲 這要平常也要多加這種 給這個頭腦給他必要的素材 去建構這樣的思想 還有做這樣的感受才可以 所以精神健壯保證年紀老了 過得非常的平靜 有辛苦的感覺 對於壯年 精神健壯 我想大家的信念都能夠 不管是有什麼苦辣色情人生的遭遇 都能夠平安度過 平安 是面對種種的事情 好像一條大郵輪在海上航行 有很多波浪 但是這條郵輪 他是平平的 還是向前一直走 走他人生該走的人生路線 這叫做平安度過 他不是都沒有海浪的 人生佛家講說 人生是多變的 因為多變 人生變無常 無常就是煩惱苦的來源 這是佛家的道理 不過在精神健壯之道裡面 人生是無常 人生是多變 可能要讓你精神越來越健壯的素材 不要怕變 不要怕無常 而是善用無常 這就是精神健壯之道的基本原理 人生要能夠接受這種苦辣色情的挑戰 能夠平安度過 得到經驗 然後你就得到人生的pearl 你的真知 最年紀輕的 年紀輕要有人 我用這張圖給 我很喜歡這張圖畫 這是中美作的一個畫家畫的 他很認真要去成長 他就認真要去帶這個花去市場賣 使盡他的力量 旁邊給他扶一下 那他就可以向前走 年紀輕的也一樣 他能夠平安長大 過得也滿辛苦的 年紀輕過也不是太容易 我們總覺得小孩子天真無邪 這是你在看他 他自己可不是什麼感覺 問題一大堆 想要這個糖果不能吃 想要這個碗器 跟人家搶不過來 老師又罵得一塌糊塗 父母又要求得很高 我看他也是不太太天真無邪 那這種不同的立場都有不同的看法 身在其境才知道他 那個時候要怎麼去突破 現實上的種種現實 不管是年紀輕的 年紀壯年的 年紀老的 環境對他永遠是一個框框 永遠要追求突破 去得到一個新的境界 就在人生的演進的過程 那這種演進的過程 從限制到突破 到得到一個新的境界 這種過程就是得到 人生的歷練跟經驗 那這種歷練跟經驗 不是平白產生的 老細胞 我們這邊的這個圖裡面 大家看這個精神健康器 主要的講的道理 都是從老科學做基礎 所以在這個歷練當中 這個老細胞 這個前面一個細胞 跟下面一個細胞 它就會產生連結 這個細胞跟 腦細胞跟腦細胞連結 就叫做記憶的來源 是經驗的來源 今天在座各位 我看他都很用心在聽 表示你的腦細胞 開始產生連結 很可能晚上再睡個覺 明天早上起來 還會想得到 記得我在講什麼 就表示說 你今天來的結果 有幾個細胞已經穿起來了 這幾個細胞 就永遠會存活得很好 假如說今天在座 現在就沒有了 假如說有人 這個學生去學校上課 聽老師聽了好像沒有什麼興趣 就有聽等於沒有聽 他腦細胞就不動了 頻頻坐在那邊 那這個該連結 人家在連結的腦細胞 他的細胞就不連結 那他睡了幾個覺幾天以後 也不曉得老師在講些什麼 連演會去三個肯 都沒有記憶 他的幾個腦細胞 在一天兩天三天裡面 就會助然怎麼樣 消退掉 會被崩解掉 因為不用的腦細胞 要浪費能量 我們的能量有限 我們一天才吃三碗飯 一餐一碗 要這樣吃三餐 那能量有限 你不能說養那些 沒有用的細胞在那邊 所以他會崩解掉 我們在座各位 因為你用心 你今天回去 細胞都會連起來 非常生融活虎 在那邊串來串去 傳遞信息 不只是我聽著你記起來 你還是回想你的 過去你的未來 旁邊那些 那些還一直老人 你都想很多 你的細胞就串很多 輻射性的把它串起來 你的細胞就非常的靈活 飽滿 今天沒有來上課 現在還躺在床上的人 他的細胞可能今天沒有連起來 那我就睡覺好了 就把它崩解掉 所以腦細胞就會越來越少 我們每天一個人都要盡可能去參與活動 去想一些事情 去規劃 用心生活 腦細胞才會夜夜茁壯 這在精神健壯的基本生物學眼裡 那天天南南山上過的人 他精神就不健壯 他就不耐苦辣色情的挑戰 因為腦細胞活性降低 而且崩解掉了很多很快 沒有善下利用 這是所精神健壯的構成 但是這樣的一個場景 我這邊再介紹一個 麥克阿帥將軍 給他的祈禱文 我覺得滿不錯 因為今天講年輕跟父母的生命遊戲 所以就把他的稍微做點摘要式的 給大家做參考 我把他分成六段 第一段 他祈禱他的孩子 西方人講祈禱就表示他的信念 平常就根據那個在努力 信仰宗教 不只是信仰福氣自然來 就是信仰上 他們是西方的宗教 信仰上帝 那就是祈禱 祈禱讓我孩子怎麼樣 當然他每天要跟他陪他孩子 這樣的長大過程 做我去用功的 希望能夠得到說 了解自己軟弱的時刻 做我要了解 事實上每一個人都一樣 做我警戒自己 有時候是軟弱的 不可能永遠都是那麼壯的 了解認識自己是一切諸事的出發點 先了解自己才能吸收外面衝擊的經驗 學習在風暴中能挺身氣力 要能挺得住 所以是外面來 痛苦是痛苦 你要那個沾纹 理智要應用 不要像那個校園那個情沙書件 那就情緒上爆發 蓋過理智作用 不曉得怎麼辦 就做一些不可議題的 不是讓我們被認可的 這種行動出來 學會笑 有點幽默感 但永不忘卻 何時當哭泣 他對孩子是怎麼樣的祈禱 能駕馭自己才能考慮去領導別人 不能掌握自己 在精神健康精神會鼓勵大家 在某個程度上要學習能夠駕性延容 駕馭我們的本性 跟周圍環境的儲數延容 要能夠學會駕馭自己 不要只有你要領導別人 我們現在不少的這種領導的課程 管理都告訴你怎麼領導 那問題是 那個人有沒有先被教導 怎麼駕馭自己 生氣的時候要怎麼生氣 有沒有駕馭好 要悲傷要怎麼悲傷 要焦慮不安 要怎麼焦慮不安 我看他們都沒有學過 然後沒有被操練過 就學習某一些諸事 用來領導別人 自己還高度不夠 自己要能夠加以自己 也能永遠的給自己一流空間 不要生活在牆角 要有回弦空間 這東方的老主哲學很清楚這樣 越滿就越缺乏 一流空間 彈性才大 講話不要講太滿 愛一個人不要 我都愛到底 愛一個人也不能弄到底 當作很多坑的辨數在 這個要學習 人跟人相處 或者對自己相處 要每次我一定要得第一名 一流空間 我三名就好 做起來輕鬆愉快 再來就是要有謙卑的心境 在柔和中才有真正宏偉的力量 這是很有東方哲學的味道 我不曉得我們生活在東方 大家有沒有體育到這一點 東方就說贏西方 就說我們在贏他們 那我最近有接到 中國去演講 去開研討 我看台灣人還是比較厲害一點 我們自己講自己好 那我信心 意思就是 現在中國大陸很多 我會很配合他們 會想向前衝 樓網越建越多 越高 到處都是那個什麼 就是在建那個大樓 那個什麼 那個鐵架子 人也是一樣 講話又快又急 沖頭很厲害 每次到處都是 不是工廠 就是怎麼樣 做很多這樣的 那台灣好像就 好像有點亂亂 它吵來吵去 但是我覺得台灣 吵來吵去 一流空間蠻大的 大家好像被子沒 還可以 這個不簡單 那還有就是 我們懂得謙虛 我們軍事師給人家 但是我也要足夠 好的戰績來保護自己 我們要謙虛當中 來融合中 才真正展現 我們無可抗拒的力量 人生也是這樣 就麥克爾帥將軍 他當做將軍 我看這位將軍 應該是不錯的將軍 他也有這樣的素養 所以他的軍隊 一定不會說 單獨送去戰場 就戰死 他一定在考慮 我要回弦空間 我要怎麼樣 最好是 不占而欺人之兵 他有這樣的氣質 像這樣的這種 這種祈禱孩子 會這個樣子 那怎麼樣 讓孩子可以這樣的 在這個生命遊戲裡面 做父母的 假設一樣 有類似這樣的心願 到底要怎麼做 當然麥克爾帥將軍 他要怎麼做 我看寫出來一本書太大了 可能他一行就要寫一本書 到底人生怎麼來 跟孩子陪他一起長大 我們今天時間也短 我沒有辦法全部說怎麼弄 不過我們總是有一點意念在 要從這邊來思考 那我給大家做最後的 這邊的 他最後這一段呢 就是要怎麼謙虚 要怎麼樣的 他講的就是 要能夠 賦予 謙卑的心境 使他能不時的記得 在單純中 映含著真正的偉大 在開放的心境裡面 才有真正的智慧 好像 或許大家有點 腦裝折血 可能一下可以轉過來 不過大家可能一下轉不過來 不一定 在單純中 映含真正的偉大 早說我是一個單純的 很努力工作 像前一陣子不是在 在那個巴菸的地方 有一個龍夫的 跟一隻那個 留在那邊的一個鶴 兩個在對話 我看他真偉大 另外一種考慮 單純裡面 映含著真正的偉大 開放的心境裡 才有真正的智慧 這比較容易了解 開放的心境 代表說 我們頭腦的功能 全部展開 頭腦是一個 多元管道的信息來源的 眼睛看的 耳朵聽的 鼻孔吻的 舌頭長的 皮膚感覺的 都是諸事的來源 都是提供信息進來的 還有一個 頭腦會想五千年前的人類歷史 還會想未來的世界是如何 這個頭腦這種細節也不容易 沒有 所以我們平常要多看 多聽 多體會 腦的周圓 夜夜多 這叫開放的心情 年紀大 像我有點大 跟我走在我後面的弟弟裡面 大概也跟妹妹一樣 這個夜夜大 同樣會產生一個固定模式的 循環通路 表面看起來叫固執 所以要能及早訓練精神的健壯 讓腦的這個回路 要固定形態起來 年紀老的多人顯得有點固執 能夠迫使這個魔界也很重要 你不自覺自然就停在那邊一直轉 只有一種看法 只有一種態度 就叫心境不開放 因為不開放 所以智慧就不產生 本來得到的真知可能又溜掉了 因為固定的一個方式在那邊轉 應該可以真知越來越大 越來越小了可能 所以在現實生活上 儘可能要開放這種心境 外面來的信息 加以考慮吸收 當作應對進退的參考的一種 的一種主標 那這樣智慧就越來越產生 在融合中才有真正宏偉的力量 要融合 像太極拳 像朱鳴克的太極拳 它當然是石頭引硬 不過它的動作所產生出來 是融合裡面 帶有宏偉的力量 有時候我是不會武士的 當然人家會武士的 人家的力量不是要正確打 打他的肩膀 而是對方倒過來 順著他的力量 讓他自己跌倒 這才是比較更高級的 融合裡面帶來的力量 不傷人 而屈人之兵 假設在平常對話裡面 也是我不傷對方 不傷兩個人的這種情依 讓對方可以欣賞 你的人生智慧 那就不必爭吵 爭吵就沒有智慧了 大概兩個爭來爭去 水也不停水了 但是很可惜 我們目前 連家裡生活夫妻也是 常常吵得也很多 不是兩個我娶你這兵 他娶我啊 那被娶得非常的佩服 那這個 在工作組長上也是差不多一樣 選舉裡面更清楚 都是真掏 刀槍相架的 不是娶對方這兵的 這個融合功力都不太好 那這個呢 他這麼祈禱 讓那孩子可以這樣 可以想像這個孩子成長 將來變成一個 好像很有格級的人 不管他將來有沒有帶 他兒子有沒有帶張將軍 或者他女兒有沒有帶 做國會議員怎麼樣 或者說是做什麼 四月的這種企業家董事長 只要他是一個人 還是過得非常有他的葛在 有這樣的這種 這種當孩子這樣長大的 我用這個給大家做參考 也是一個開場白 是用說對孩子能夠這樣的 來 培養人生的遊戲 所以希望在這種 幸福的人生當中 有精神的健壯 每天都可以 生活工作功課 都有一定的目標 去很充實的 晚上幫忙平平安安回來 感受到今天成功完成一些事情 每天都有成就的一個充實感 就是日日是好日 難免當中有時候有困難 但是能夠這樣走過來 再來就是 每天的這種活著就有生命 這生命的動能可以 炎炎不解的展露出來 可以這種能量 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把它叫做 這個有條不運的 這個灌注在生活的每一條 每一個方向上 我常常把人生比喻做一個花園 這個花園的花草絲目一種 還要灌溉 要有水 當然陽光也要亮麗 那這個也就是 把內在的生命 精神健壯的這個能量 要怎麼疏導到 該有的花草絲目 花草絲目在人生 也就是你去做個工作 交幾個朋友 在這個花園裡面 去經營人生的精彩內容 是色彩很多的 擁有這樣的一個人生的這個花園 所獲得的結果 當然是日日是好日的寫照 那這個過程 當然你要去灌溉的祈禱 你要去設計方向 你要設計 按怎麼樣擺你的這種 花園的種種佈置 也就是人生要去經營 我們所碰到的 要不要交這個朋友 這個人太跟你不合 那就可以怎麼保持記憶 好就跟他要創造言論 兩個一起去經營 兩個的所謂精神健康家族 的這種情誼 怎麼工作你可以做 這個地方去 好像這個石頭的地 不適合種什麼東西 那也不要在石頭上 再種稻米 你要考慮 我的能力是怎麼樣的 外面環境哪裡是可以發揮 哪裡不能發揮的 就是精神健壯的應用 再把生命動的放在裡面 自然人生是幸福的人生 那這個過程也就是要精神健壯的條件 我這邊有一個困擾 有一個青年人有一個困擾 我經驗到的一個案例 那 有些人 不自覺 該去完成什麼事 大學畢業 準備出國進修的一個女孩子 有青年 在家生活的日子 顯得有氣無力 所以懶散是他給自己的評語 每天上網結識朋友 越來越離開現實上 互相來往的這個人 所以他自己覺得他是個孤獨的人 他自己在這個入住 他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在這種情況 我把它叫做一個 他的生命動能 在灌溉花眼的地方 他的動能 生命的動能 患難流善 就好像花眼都是焦土 那自己一個人在那邊 不曉得怎麼辦 面對他的人生花眼 沒有灌溉祈禱 去經營他的人生 所以這個地方 就是精神 健壯度 發生問題 生命動能 沒有辦法發揮 沒有辦法發揮 也沒有說消失掉 沒有 他會哀怨 他的動能 都變成哀怨自己的人生 不只愛怨自己有 可愛怨父母 所以他的負面的這種動能 產生很多 沒有辦法引導去 灌溉應該有的生命的田園 那以精健道的立場來 看這樣的狀況 也就是說 他健壯度不夠好 他今天的腦力的發揮有問題 頭腦 頭腦 到這個 時段來 他的腦 剛才講的腦的細胞連結 上面的動能 的展露 發生了 一種危機時期 所以 他就會發生一個問題 一個 頭腦產生的愉快感覺 感受不到 吃好吃的東西 或者是運動以後 肌肉動一動覺得很舒服 他感覺不到 頭腦的基本功能 的正面心情感受 就是愉快 第二個是 人跟人相處 交朋友 或者跟別人 去做點什麼 這個友誼的事情 感覺到跟人相處 的這種快樂的感覺 他也沒有 第三個 更不用講 什麼人生智慧 幫忙別人 完全是沒有 幸福感也沒有 我們常常聽到人家說 我們要正向心情 我跟大家說 要有正向心情 就是三種正向 一個是愉快 一個是快樂 一個是幸福 但是有些正向心情 是不能追求的 像頭腦展生的這種愉快的懷孕 你可以享有它 但是切記不要追求 你的頭腦的愉快感覺 它很快就消失掉 現在的老科學研究 大概一個愉快的狀況 你可以感覺 你感覺維持愉快的 維持多久呢 大家可以猜出來嗎 愉快的感覺 一分半鐘 一分鐘左右 就沒有了 那你要再追求的話 就怎麼樣 再重新再做 這叫做 藥物成癮的來源 都勃成癮的來源 上亡成癮的來源 因為追求愉快 但是很快消失掉 你要去追求它 相對來說 假設你跟一個很好的朋友 今天在座各位可能 旁邊的認識很好的朋友 好 下一次我們再來聽演講 下一次可能是一個月後 那你跟一個談到來的人 一個月後在哪裡相見 做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可能還加碼 下一次我們聽完去吃一個什麼好吃的面 你就可以快樂一個月 你這個追求效率很好 不會說一分鐘就沒有了 我可以追求快樂一個月 可能一個月以後還會更增加更多的其他快樂 所以快樂是可以追求的 用心生活去追求類似這樣的 相處當中 互相關懷 互相欣賞 互相期待 就快樂的感覺 那很可能兩個在一起就 這個想想 我們兩個在一起光吃吃喝喝 也沒有什麼好玩 沒有什麼 要不然我們來一起做助光好了 去做一個更有意義的事情 就開始產生幸福的感覺 單獨我一個沒有什麼快樂也沒有 兩個在一起既有快樂 又可以做一件 好像可以用心生活關懷旁邊的事情 那就產生幸福的感覺出來 那這個幸福是可以堆疊的 越堆越多 越堆越多 我一個月去做一處義工 一個月看到旁邊有人做著聽演講 好像對方臉色表情不太愉快 跟他鼓勵鼓勵 哎呀這個幫忙 你回去包准就很幸福 這幸福可以越堆疊越多越豐富 這種內在的感受 自己存在的意義就自然產生 而且說我追生有價值 這可以一直堆疊起來正面的心情 所以有些要感受他 不感受也不行 但是不要去追求他 有些要去追求 有些要去堆疊的 那這個叫做精神健壯的一種表現 外在表現 那這個裡面有一個基本的就是頭腦 那這個頭腦呢 聞在1.5公斤的脖子上這個腦的這個結果呢 它是有很多的腦細胞集合在一起 還有很多的豬架 豬架細胞跟傳遞信息 剛才講的會連結的細胞 兩種組合在一起 按一定的順序排列 目前腦科其實研究說 我們大概出生以後 三五歲穩定的腦細胞有多少個 它有這麼多 它數字我算一算 十個手指頭的零 再乘以100 有這麼多的腦細胞 這個是不是很難了解 一個很好的比喻就是 天空假設晴朗的時候 沒有光害 你一看天空的銀河 一點一點一點 白白的腦細胞大概是這個樣子 大概這麼多 那這個就多到讓你算不好 但是它呢 它要成竄 要竄聯起來 竄聯起來才有用 不竄聯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什麼就會崩潔掉 所以我們一天 我們每個人 腦細胞崩潔多少 大家可以猜出來嗎 我們要努力用心生活 要不然一天 我們會崩潔掉五萬到十萬個 哇 子豬慘重的樣子 善加利用就好 不過我們腦太多了 太多細胞 所以它不用它會崩潔 我們一般是說 頭腦一勾好像很多腦力 我們在入場的時候 很多都沒有用到 盡量用這是對的 但是全腦總動員 他要盡量吸收很多的族性 讓它沉串 躺在床上一直睡 細胞就一直崩潔掉 沒有去用它就不行 就是腦細胞的特性 那這個腦細胞呢 結合成七塊有一定的功能 所以我們大概 大約來說 有眼睛看了後面的 有旁邊聽見的 就很大的 還有這個鼻孔上面去聞的 還有我們要調控 這種整個 這種看啊聽啊 什麼的細節 那個調和系統 叫頭頂的地方 要掌控 用我們的岩屬生命動能的 就是我們叩逃這樣 蛾葉 所有動物裡面 人類的頭是圓的 其他動物大概都是扁的 因為它不叩逃 沒有這個蛾葉 因為這個蛾葉 所以我們變成萬物之靈 因為我們懂得掌控 這個腦的整個的動能 所以這種 腦的幾個七塊 就看得更清楚一點 就我們人生命的 基本動能 裡面那個咖啡色呢 圓圓的軸心位置的 這個小腦 這個地方 這間發生問題 是現在所有情緒困擾 或者行為問題 所有精神疾病的 主要都病在那個裡面的地方 外面這個綠色的人 有問題的話 就變成施助症那些 他要去做一些評估啊 記憶啊 什麼這些的 額葉前面的Cock Hatch 是要一個 好像總龍武掌控系統 這個軍隊要出去 但是不能亂發 像那個川普 不能亂壓那個核彈跑出去 要掌控非常好 就是前額要掌控 使這個呢 要去動用的這個動能 要用到巧合好處 裡面的那個軸心 所产生的生命的基本动能 只要有我把它叫做人的本性 有三类本性 第一个是我们的性情本性 性情我们都有我们的性情 第二是我们的这种同理本性 我们天生就会同理别人 大家有没有就去看电影 看到感动出自己都会流眼泪 假设你这个同理性的这种本性太强 比那个演员更强的话 可能你流的眼泪比那个演员更多 演员这边的本性都有那个天分 容易掉眼泪 容易笑 笑到会有感染性 这是他的同理本性 脑功能特别强 第三个本性叫大悲本性 会关怀 你不认识人也关怀 像环保运动人 宗教家 这个是那个大悲本性特别强的 你假如不是那个宗教家本性不强 你怎么写都写不来 宗教他有特别的本性在 所以三种本性的这种性情本性同时存在脑内 不同三个不同部位 那三种本性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长短不一 有人这种自我存活本性特别强 假设自我存活本性特别强 就是主为了我的好 自己额夜不掌控一下 就容易提到别人 主追求自己的好伤害别人 这个一定是人际关系不好 会有很多麻烦 所以额夜要去掌控这种 这些性情本性 属他能够圆融 这是额夜的功能 那这个本性要从生活当中去体会 自己有什么本性多强多弱 储备本性少了 可能有时候你要学学 看到一些和尚迷雇在脱拨 稍微换个十块钱 练习练习 我这储备本性 要朝远 让你感受 这样有好的感觉 同理本性 看到电影里面那个悲伤场景 这个自己好像怎么不悲伤 稍微感受一下 要操练再强滑一点 假如说太强了 你要控制一下 然后练习不要那么强 自己从生活里面 组织去看自己的本性 这种性情本性的特质 就是脑里面 核心位置所产生出来的 那额夜呢 就是让我们操练过程 可以把这种三种本 三类本性操控的恰恰好处 当一个人的本性 假如说你的本性 被人在批评 偶尔本性产生就要缓击 就叫缓影性的 这缓影性太强了 我也缓击回去 就得不到好结果 两个就打起来了 那假如说对方队友怎么样 我操控得很好 假如他讲的有道理 我跟他说谢谢 我这个该骂 假如说我这个很对 他都要想一想没有道理 就不理他 因为这个人不可理 同样可以 一个场景可以不同的化解方法 就叫做刚才讲的 柔和当中 可以展现你的伟大的熟利 不柔和 就反而两个在那边 拿棍子打打去而已 真的得到好结果 也没有结果 很多亲密关系都这样 到最后就弄到最后 这问题都没有解 那两个越来越 越变敌人 本来从谈那那很好 到最后变成两个变敌人 人生这样很可惜 当中没有好好操练 这个本性的自然怀疑 这是对头脑的了解 所谓的心脑操练 操练了脑的结构就改变 结构改变 你就越来越 对某个信息进来 应用的就越多元 那可以原种去处理 这是心脑操练 我们今天会一直在努力 鼓励大家 了解脑的这个本性 碰到现实环境 有些挫折 有些哀伤 让你生气 里面去多加心脑操练 那让你可以越来 处述越延容 效力越好 就叫达到好的人际沟通 不是每天带着肚子气 回家又气 又气在家人身上 那就越来越恶心心软 基本的这个原理是这个样子 所以刚才讲的脑的中间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的很多生气 悲哀 忧郁 或者是初悲 什么的主要的出发点 在这个中心的位置 所有精神上的困扰 出自这个地方 精神茁壮 不是出这个地方 精神茁壮要把这个地方 跟脑的额叶 要产生连结 要掌控得宜 这叫精神健壮 所以要拥有这边的活力 动能 能够什么 引导到灌溉这个人生的田园 每条渠道都有灌溉的很好 花草拭目都很精彩 那就是所谓的心脑操练 得到的一种境界 那这些细胞是这样排列的 看起来真的像银河系一样 看不出来 这就是写的镜 把它放大几倍起来 那这个里面的细胞排列整整齐齐 都有一定的规律性在 这规律性的一个细胞 它会延伸出来 很长的这个分支 这个分支又跟旁边的细胞 会产生连结 所以一个细胞跟很多人连结 相互做这样连结很绵密 所以我们的思考 就是非常的多元 那当然里面的基本 事物学原理是很简单 跟我们的电脑的一样 就压抑它或者计划它 但是里面所产生出来的 就面对外面的信息 它有非常好的调控的计算 就要靠生活当中的体验 生活里面去磨练 去得到一个恰当好处的怀疑 那这时候我刚才讲过了 人生在世 我们的头脑产生了 几种本性在 刚才讲的 自我存活 我会活下去 我要同理别人 旁边的家人 或者亲戚朋友 我都同事 因为有一些 怎么样的场景 我们就同理别人 另外就是大悲本性 要整个社会都好的 环保运动啊 什么这些的 这种心境的这个怀疑 那这种内在的心情怀疑 跟外在的环境的框框 要去取得一个好的互动 这个环境 我们人总要面对环境的挑战 工作的困难 家人里面的种种需要性 你怎么去面对它 然后把我的动能 内在的动能 可以去做适当的思解 做好的安排 让这个场景 可以做适当的处理 该舍就舍 不舍就不要舍 该争取就争取 不要争取就要 心脾气而把它放掉 懂得这个佛家这样 你要舍得 要什么 很多这种道理在 但是你假如不操练 就做不来 光有开念 就做不来 所以让这个老细胞 可以去从小到大 能够做这样的 这叫心脑操练 那可以跨越 这种现实的 场景的种种限制 要求挑战 得到另外一个 延容的境界 我把这个叫超越 我们要超越 现在的种种场景 能够跨越过去 所以这种超越 在头脑里面的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才讲的脑细胞会连结 这个细胞会连结 连结 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的 一个细胞跟一个细胞 就下面一个细胞 就上面一个细胞的 那个分支的地方 外面给它触及的时候 这是我们生活的 种种挑战 那这个连结 本来没有连结 就产生连结 而且外面的触及 越来越多久了以后 这个连结通路就越通畅 处理的效率就越好 本来是没有路 变成有路 有路是碎石头路 后来变成薄油路 后来变高速公路 所以像打棒球的王建民 他那里面就很通路 我们是没有的 他会投球 用什么角度 什么速度出去 你都打不到 当然后面还是会被破解掉 除了他自己要升级 升级到哪里就怎么样 就受伤了 所以脑都有一定的限度 在人生要了解 这种运作过程 要有一定的限度 这叫为什么刚才说 那个麦克阿帅将军 要祈祷他的孩子 要懂得全新的道理 人不是永远都怎么样 永远都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不够 就是已经没有办法了 有一个限度在 了解自己是有限的 是很重要的一个追求人生 幸福的条件 那你已经到极限了 我脚步一下 不能把他向前爬 那我往横的发展 因为我高度这么高 他说我横的可以做很多事情 像王建民听说最近 对台湾的棒球的发展 有一定的看法 他不要先一张大联盟的投手 他来做其他更好的 带领大家来玩这个人生有气的游戏 他也可以很好的花费的地方 要有这样的这种了解 所以这个操练久了 这会变成通路非常地顺畅 那连结的结果是这个样子 现在脑的科技可以去摄影 你脑里面的连结是有多宽广 多绵密 那这种颜色看起来 这个应该是蛮漂亮的 不过这个颜色看起来好像很多颜色 大家不要被他吓着 他的颜色只有三种颜色去制合 一个是左右边脑连结的颜色 左右脑要连结 一个是额叶前面的脑跟后面脑要连结 前后连结 一个是上面的脑皮质跟里面的脑 刚才讲的脑干的生命动量 上下要连结 就三个方向连结 就我们在一个学习人生经验 那就学习脑要怎么样 前后要连结 脑要连结 上下要连结 那这个你所产生的这种可用 可以去做人生参考 刚才讲人生得到那个perl 那人生真知的东西就建立在这个连结里面 所以用心生活就会连结 不用心生活脑细胞就崩解掉 就没有好的连结 顶多只有什么连结 呼吸的连结 每一段呼吸 这个就有了 或者吃饭的连结 这种都是原始的这种连结 那这个当然是要有了不能没有 要懂得吃啊 懂得看懂 这个要有 但是对人生这种多变的 佛家讲人生无常的 那你要多一些连结 才可以面对人生的无常 面对人生的怀恼 才可以去持 佛家讲的境界 就没有怀恼的一种 一种生活的场景 这是要有这样的这种 尝试啦 这种了解 这种认识 所以陪着这个小一只长大 让他可以平安 那尤其今天我特别讲 要青少年的这个状况 青少年的脑 我们的头脑的成长 从青年到壮年到老年 他的头脑不是定的 他不是定型 他是一族在变动 所以baby的脑 跟辈到五六岁 十岁 十五二十岁 他的脑一直在动 我们现在就看到年纪老了 脑有湿住啊 痴呆 或者怎么样 但是年纪老了 脑的变化 所以在青年期的脑 大概是从十岁到二十岁 到二十岁当中的脑 他一直在变动 但是这个阶段 有一个特性 这个特性 基本上讲起来 刚刚这边画了几条线 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字太小了 一个就是额叶的发展 额叶的成熟度 大概只有成熟一半而已 到二十五岁 二十岁有才会完全成熟 额叶呢 刚才说额叶做什么用的 刹车系统 要掌控生命动能的系统 只有人类才有的 但他到不是出生 他就全部发展得很好 他的连结啊 什么都那么好 脑细胞连结 他到二十岁二十才是完整 意思就是 他的刹车系统才 灵光啊 在这个之前不太灵光 但是他的 刚才讲的那种 自我存活的本性 他已经强步发展得好 一百分啊 所以他的情绪很饱满 喜欢不喜欢 后我都很饱满 生气生气一百分 爱情爱情一百分 讨厌讨厌一百分 这种一百分的情绪 情绪是带动行动 一百分的这种动能 但是刹车系统不行 就好像一个车你开 像什么 走走走那 也是要下坡去了 刹车不行 但是那个马达 一直在跑 青年的岛是这样的 刚才说 你会不会觉得 他们过得很愉快 他们也是很麻烦 明明不要生气 就从那么厉害 搞得这个爸爸妈妈 对他又更生气来 还花他的钱 他自己也非常的懊恼 不那样 他又不得不这个样子 因为脑自己在跑 自己没有办法 尤其青少年 自己的人还勉强可以 两个人 两个孩子 三个在一起 哇 那个什么 更强 那种冒险冲动 情绪的表象更茂密 更有力 单独一支铁棍 几个变成哇 一个大的 就力量很强 所以常常青少年 不是有时候到 尤其是学校 那个工夫不好 被人家教官骂 甚至于说 不要来学校 上课那些 他们就集成一群 哇 那警察就会麻烦 就越来越生气 这样就麻烦 不过他们的脑的特性 要将来了解 所以孩子跟父母的互动里面 父母的煞车系统是很好的 一看就知道 这个孩子怎么不太对 就用这个父母的立场 你这个不可以 他也不怎么样 那孩子在那边哀骂 我知道不可以 他说我就不得不 不会这样子 他又是讲不出来 也不好意思讲出来 说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不然这个事实是这个样子 年纪大的人 像目前在座个人的年纪 都可以掌控得非常好 年纪还小 今天不在场了 但是可能在家里面给你麻烦 意见很多 什么情绪怎么样 有时候还拍桌子摔桌 甩东西 或者哭哭的非常严重 那你觉得非常可怜 等一下他要笑起来 这种场景 生气以后 他等一下又很好也可能 因为他在那个时候掌握不了 但是常常会造成 跟老师跟父母之间的不好的互动 以至于这个互动变成绝集 就变成固定的形态 就越来越麻烦 就是要了解这种 他的脑的一个特性 发展的 跟年纪大的人的发展不同 那他在这个时候呢 活动力十足 因为生命动力很强 那他们的这个情绪很丰富 刚才说他已经百之百花意好了 所以可以这个尽情的表现 所以冒险性很高 他有很强的冒险性 因为脑细胞里面的连结 还不是那么绵密 连结稀稀稀稀的 意思就是掌控力不是太好 所以想到什么就去懂 这个冒险性非常强 这是冒险性强的脑林们的 结构的现象 越右边这个 下面这个蓝色的 这个绿色的这个越多 这个已经成熟的脑 这个青少年脑 这个小孩子的脑 他的连结度呢 刚才那个前后左右的脑连结呢 在年纪轻的来 是比较稀稀疏疏的 没有那么绵密 年纪越大 由于很多人生历练 这连结越来越多 那这连结多就 最右边那个 就非常的 这种掌控力就很好 所以当这个掌控力不好的时候 中间那个他的冒险就很高 冒险性高 情绪表现实质 那这是他们的特点 那这个时候的孩子呢 就依照目前的研究结果 会发生 因为他这脑的那个 刚才讲 就是所有情绪啊 行为啊 那个生命动 是爆发率非常高 这个时候会产生的 脑里面呢 他开始很努力的 他自然在成长 还要学习啊 怎么样 所以脑呢 脑细胞连结是非常快事 这个连结 赶不上连结了 就要把它消掉 所以在这个 这个时候的脑呢 是一个动态性非常大的脑 要建立连结 没有连结好 要把它消掉 不能留在那边 不用 所以他是要 建立连结 要消掉 不必要连结 脑内是个非常忙的 一个生 这个发展阶段 那在这个时候呢 最容易发生 种种精神困扰 所以这个图告诉你们 这个里面有种种的 严重的精神疾病 轻微的也好 这个红色的中间点 就是花病的那边 多在20岁以前 20岁 25到10岁 之前是最多的 所以10岁到25岁 假设以精神困扰的 眼光来看 是发生率最高的 看起来他们很知我们同情 当父母的 当老师的 或者当我们邻居的 看到这个孩子 我们可能待一个 带一个绿色眼光 不知道什么 有色眼光 哎呀 他怎么样 所以要对他多温柔一点 哎呀 鼓励一点 你这个穿得很好 你这个很乖 你这个 学天天上学很好 这种正面的 要给他多一点 你原来批评 他可能会怀孕起来 他会控制不了 他就给你变为敌人 那这个只要 跟别人变为敌人 就住到他的孤独感 孤独感 因为造成脑的 不健康的怀疑 孤独感感受 是脑里面的一种 成长的一个毒药 孤独感 最好不要有 所以假设有 刚才我建议过 有这样感觉 赶快要建立连结 跟旁边有一点 观点性 才是这个化解之道 不要维持长期的孤独 很不好 非常不好 所以我们一般看来 就是缓判性很强 事实上对他们来说 问题重重 很困扰的一个阶段 很容易发生问题 我们跟基督很有关系的 一位我们的董事 他对自己 就是住者很厉害 孩子有问题 那他用一般的父母 强人的父母 因为都很有成就的 这个孩子怎么这样 当然对这个孩子 是要求很多 你怎么不用 成绩那么不好 怎么会下课 这么晚才会来 甚至于夏天 把他关在棉面 真的不让他进来 后来这个孩子 真的发生问题 他就一辈子 他在住者 没有及早认识这个 他的孩子 在青少年时期 已经那么脆弱 需要我们 科护他 给他怎么样 可以平安长大过程 既然对他 用那么强势的要求 用什么 用好像是 经理级的样的人 来要求这个 十五岁孩子 你要跟我做经理 一样那么强热 被骂被什么都可以 但他不行 非常脆弱 他已经有这个 脑在这个脆弱階段 没有及早认识 那就后面就 发生很严重问题 眼看我们目前的生活状况 大概还是这个样子 很多孩子怎么样 真的父母了解他的头脑 要给他做必要的客户吗 一般不太会有 都是孩子 你怎么不会用功力 被人唠唠叨叨 对那个孩子来说 最后他就越来越 越离开父母 最后就在房间机会多 上网时间多 就越来越变孤岛 这个过程 还是在普遍流行当中 这个基金会之所以设立 这是很重要的目的 所以我鼓励大家今天来 要了解头脑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从年少年中年老 它是一个演变动态的过程 要去了解它 善加利用它 那就是主要的 这个用意是这样子 所以对这个 所谓 这个案例 刚才讲这个案例 需要怎么样的 一种方法 才可以 度过 这个阶段的困难 刚才讲了 怎么样 对这个孩子 有什么客户 那客户不是只有 给他钱 叫他不要去上课 所以不是这样客户 要有 对头脑成长 有利的方法 所以符合 精神健壮的培养的方法 也逐得去思考 那 我等一下要讲的就是 金剑道的 几种方法 或许对这样的案例有帮忙 那他也对一般的 年龄 都一样适用的方法 所以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 下来第二场 大家稍微走动走动 互相认识一下 好 谢谢 休息一下 这个教室的固定的演讲以外 还有其他固定的活动 大家假设有那个 双业刊大概都有一些族讯 另外一个 我也鼓励大家参加就是 精健道的这个成长团体 来学习做精健家族 认识其他的精健家族 因为有心来这边 来追求这种 怎么幸福人生的这种方法 很可能 我大概应该百分之百都是好人 精健道的进阶 进阶的入门 大家就有诸心 多来参加一下 慢慢可以 让在这个路上 就不会太孤单 夜走 好像夜旁边也不少人在这样子在走 可以走起来会更愉快 更有同伴 我今天 我今天 讲到这个精神健康之道 大概是什么东西 它大概分成三种 三个阶段 第一个要懂得怎么保养 把头脑保养好 免除烦恼 那第二个就是要 不只保养它 还要建脑 把头脑弄得更健壮 刚才讲了 要连结 要越远绵密 因为连结绵密 加上人生的经验 跟它结合起来 就是生理的 跟经验 这个文化里面 人际关系把它合在一起 这叫智慧了 就在活在这边有的种种 刚才说人生的perl 你的真知 就是智慧 那这个两个 所谓保养头脑有 基本的方法 我把它叫做基本操练法 那就是所谓的 让我们体悦到 有一种静的感受 因为在这个饶廊的社会 人生有那么多的事情 让你每天都在忙碌当中 在应对进退 当中一定要有一个 静的感受才行 没有静的话 这个头脑会太忙碌 脑细胞一直散 你没有静下来 它的健力连结 就不能够结实了 就要有静的这种阶段 那这边讲的是基本的方法 一个是让头脑 透过我们的肌肉的感觉 一个是肩膀放松 第二个是腹式呼吸 就是这两个步骤 这都很简单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能够在一天里面 有几次 我基本上我建议是三次 早上九点十点 下午大概三四点 晚上睡觉前 做一下肩膀的 深呼吸的 那还有就是 脚趾头放松的 想脚趾头 把它弯下来 或者压到地板 或者压到船板 压个五秒钟 然后慢慢慢慢把它放开来 有很多人就是肩膀扣胸 它就一直动一直动 这个不对 一直动就运动 这个是仰静 要培养那个静的感觉 不是一直动 而是扣胸把它放在那边 我建议是放五秒钟 静静的去想它体会它 这样脑才会接受到 那种大的能量 所以要定下来 要放松下来 深呼吸也一样 不要一直喘 一直吸进去了 憋至三秒钟 轻松愉快就好 去感受到 腹部 胸部放松的感觉 脚趾头一样 弯下来 五秒钟 慢慢慢慢放开 五秒钟慢慢把它放开 去想 那个慢慢放开的感觉 就基本的 脑的操练 所以 大家不然可以 今天回去就坐 等一下你吃中餐 就可以坐看看 那再来 我把刚才这个叫做要去修炼静的感受 要有静的感受 不要一直从早忙到晚 静在哪里就没有掉 所以要把它的感受引发出来 那再来就是要 生活要规律性的 生里面怎么保养这个头脑的方法 这边讲就是要规律生活 晚上定时上床 早上起来觉得精神饱满 表示你这个睡觉是有效的睡觉 让脑达到它睡眠的效果 那再来就是要 刚才讲那个 放松 静的感受 一天里面一定要有几个手段 给它去感受一下 那还有要认真做事情 但是说认真脱脑才会怎样 会连结 就生里上产生作用 不认真 不用心生活 脑就不动 那种脑洞才是去保养脱脑的 一个基本方法 那在心理层面上 这是要刚才说 刚才提到日子是好日 早上要做点什么 然后晚上有点充实的感觉 时间没有白费 当中还有关系到你的家人 你的同事 今天过得很有意义 那加上然后要向大家来听听演讲 有时去跟人家聊聊天 让头脑信息要充足 所以这叫心理层面上 这种保养头脑的方法 那这是我本来叫做这种一些活动 要怎么去培养这个动的感觉 那这种心境跟生理的 有一个非常基本的这种做法 要怎么去动人 就养动 刚才是修炼静的感受 这种是培养活动 生理上的活动跟心理上的活动 那有这样的基本的保养头脑方法 进一步要建脑 让这个脑本身变成越来越有智慧 我这边把它叫做生命的好的品质的开头 就是刚才动的静的 去加以心静上去体会它 所以在每天的日子里面 你都可以有这种感受 不管在哪一个时候 我可以当下不乱 因为我知道静的感受 只要有什么事情来 我就神路虚来 肩膀动一下脚头踏一下 我就静下来 不要慌了手脚 慌了一下不想怎么办 就要先静下来 所以当下不乱 那当日呢 一天一面都有节奏 也懂得放松 所以一天里面充实 节目多 但是按部就搬来 很有收获 所以他就不忙 所以鼓励大家 不要问人家你今天忙不忙 不要问人家你今天充实不充实 你问忙会引发这种不安的感觉 忙就会激发压力反应 所以对自己不要讲忙 我不忙 但是我按部就搬做该做的事情 每一个行程当中都还有休息时段 过得很有品质 就优良的生命品质的源头 加以输入 当生命 我这个生命本身 一秒钟加一秒钟就等于生命了 一天加一天就等于生命 它的延续性的 当这个生命要朝那里去 我不厚 因为我用心生活 我都很有意义的事情去做 还懂得对旁边 用心就是关怀旁边的人 事物 那这样人生就充满了意义 充满了价值 那就可以很没有疑惑的感觉 就是心境上要有这三种概念 生活有这三种态度 那我把这个叫做 累积智慧 生命品质是优良的开拓 加以输入 智慧就越来越厚厚 那生命的品质就越来越好 那幸福的堆叠就变成可能 没有这样就很难了 要有这三个基本的 这个叫做关照内心 内心要有这三种态度 对当下每一天 日子是好日 充实的一天不忙 当着生命不厚 因为知道用心在生活 脑细胞不会随便崩解掉 我在建立脑细胞的连结 那让 而且不只有看自己 不只有看到自己存活本性 还看到我的储碑本性 我的同理本性 还可以关到在旁边 把这个头脑用得淋漓尽致 不要让他放在那里不用 那很可惜 父母给你这么好的脑 没有善家利用 善家利用 才是对得起我们的祖先 对得起我们人类 有这么好的这个工具 脑是一个生命的工具 要善家利用了解它 那最后的这一段也就是 刚才讲的是一种 关照内心 还有关照 你了解怎么去静跟动 让它配合得以 那进一步这个里面呢 有个主要刚才讲的生命动能 因为脑里面一直在动的 我们的营养分 所有的能量 头脑只有1.5公斤 我们全身有70公斤 60几公斤 占的分量很少 但是它耗费的能量是多少 大家知道吗 一天用的能量里面的 多少 多少person 20 20person在头脑在应用 这叫生命的动能 它是一直沿沿不解出来 那这个动能就是 这边讲的 刚才讲那个存活本性 那种儲卑本性 同理本性的主要的生命的能力 这个能量 这个能量要善家引导 善家引导 你要了解这个本性 了解它 再来引导 刚才说灌溉的祈祷 灌溉得以 那你生命自然是 越来越丰厚 越来越健壮 你的生命的花园 才会越来越精彩 可以达到你所期待的 所幸福人生的这种特质 那人的本性呢 刚才我讲一些 这边有 从里面这边所产生出来 叫人的本性 那这个本性 大家讲三类 我拉到回来 我们大家 从小在念 或者听到老人家讲的 一个是 你祝我存活本性 就是寻主讲的性恶 你假如我没有掌控好 就跟寻主讲的性恶一样 所以寻主讲的性恶 所以要法力揭助他 第二个是 所谓的同理本性 就是孟主讲的性善 孟主讲的性善 一没有性善 所以才会学习归籍 学习做一些好事情 讲的也对 第三个是 所谓的儲卑本性 大爱 就是宗教家讲的 认为宗教家都会讲这一点 所以 不管是寻主 孟主 宗教家 都看到 老功能的哪一部分的功能 三个都对 但是只有 单讲一个不太对 对三分之一 同时本性多在 那你看我们一辈子 带着三种百姓 在从小到大 小时候好好去成长 他壮年以后 去应对人生 经验这个人生 年纪老了 能够安心过日子 变成有人陪伴 那自己可以豁达一点过 这三种百姓 在脑里面 他有一定的存在位置 这是大家稍微view一下 这就是自我存活百姓 脑的边缘系统 再来 这两个跟这边的位置 就叫所谓的 同理本性 脑的已经靠皮脂的特定位置 看到人家在悲伤 他会悲伤 看到人家坐起来 坐了站起来 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这样的 同理别人的本性 那另外额叶 前额叶叫伤害的话 他就不会遵守这个什么法律 公平伦理道德就没有了 他就跟动物一样 所以他是一个所谓的 储备本性的主要来源 他就不懂得去了解 我们社会上 共同有的这种 伦理道德 什么样的东西就没有掉 所以额叶的地方 是让一个人可以成为我人的主要的来源 这是有他才会有对别人 不认识人也关心别人的那种作用 这种生命的动力的本性的表现 表现在三个面向上 一个是开创 祝强不喜 祝我存活 祝强不喜 这个祝强不喜 假如说没有掉很麻烦 什么样的人会变成没有掉了 祝强不喜 动都没有掉了 他可以猜出来吗 大家常常听到一种病 忧郁症 他没有祝我存 甚至把他自己结束掉 第二个是团队性 这个驾驭 驾性言容 同理别人 大家在一起怎么可以言容 刚才这个朋友提到 开会讨论真正面容偶视 但是我们做团队 面容偶视是就那个事情在面 但是我不是你让我生气 不是这样 这种团队性的表现 也就是同理本性的高度发挥 那再来就是 肌怀若骨 关怀性 大悲除悲本性 关怀 对面一般人的这种关怀 我们路过那边听到一个小提醒人 他就是街头艺人 你自然我们会想 他给我点的 我给他关怀一下 这种很自然就有关怀性 只要你一关怀 就感觉幸福来源就来 我还可以做点什么给别人 那这是内心要吸怀若骨 才是什么 才丰富 内在不吸怀若骨 一直很饱满 永远不够 永远没有丰富的感觉 就是要吸怀若骨所产生出来的这种关怀性 就是我们内在本性的三种自然的表现 自然我们人就可以这个样子 那这个把它加起来 用这个图来做综合的 真的可能比较容易了解 什么叫什么的精神 内涵 脑要健壮 产生的精神功能 就是情绪行为认知跟生理区域 要精神功能要健壮的 然后就跟环境互动了 就会有心理作用 这个应对进退技巧就锁链 就叫心理功能就健壮 再来是有心理功能健壮 要进一步冷 就是我本身就很豪富 刚才说可以助强不息 开创性也可以关怀别人 也可以有团队精神 也可以有关怀别人的 这种膝怀弱骨的内涵 这个叫做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精神内涵 那精神健壮 要这个全部都健壮 那就是基本上它是一体的 但是我们要了解有脑 要让它产生连结 连结是连结到有利于周围环境的互动的 顺的不是要跟警察打架的那种连结 那些跟警察跑来的耐压也很好 警察要抓到他也不会什么压力反应 跑得很快 枪要打得很准 那就比较偏离额劣功能失常的那一部分 就是那个大悲本性没有 所以大悲本性要好 心体调度功能好 压力感受在掌控里面 脑功能是健壮的 全部这个才是符合于 这种幸福人生的精神健壮的条件 精神健壮它是这样的意思 那这个健壮好了当然就是热火 只要不好就是精神困扰了 这种困扰的行径的产生 那这个精神热火的这个健壮里面 刚才提到这个孩子的问题呢 精健道里面可以给你们的印象参考 就是刚才讲的 他每天变得无手术术 给自己的平移 那他就是孤独的人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那这个孩子的状况 就等于他脑力不够 他已经处在一个脑的这种健壮度 已经复制了 面对外面的生活 他要去外国进修 父母又怎么样 他就处在那个状况 那这种脑力不够用呢 就是所有精神困扰的基本病理因素 脑没有好好保养它 刚才那个保养他没有做 或者不懂得做 或者外面的要求太强 相对来说是不平衡的 不平衡就会产生刚才那种越来越孤独 越来越孤独就是压力很大 其实自己不幸福 越来越不喜欢跟他在一起 就是丢脸 比不上同学 比不上怎样 父母又要求那么多又做不来 自己又好像亏欠的感觉 就是越来越脱离人群 我们台湾社会上 这种孤独感是很普遍的 那我们也要去了解我们旁边有需要 有不少需要我们关心的人 不是只有自己的孩子有没有 旁边有不少 我把这个叫台湾社会的冰山现象 有不少有这样的人压力很大 觉得过得不幸福的人 所以我也鼓励大家 因为有这样的了解 对旁边有时候多观察 或者给他建议你到今天听听演讲 或者对你可以给你一点参考的地方 你比方说你去一定会好 给你做参考 他还在试着看看到底怎么样 来看看再说 你不要顾太多责任 那你的责任就启动他去听看看 对你会不会有所可参考的地方 就可以了 那这种 刚才这种脑力不够 所谓的脑力就刚才讲了 助讲不行 没有办法了 面对环境 应对进退 没有办法 不想要怎么办 卡在那边 徒有生命动人 在那边打悬窝 不想要怎么向前走 第三个是膝怀弱骨 没有了 他没有这种 不懂得去 去花费他的爱心 徒有爱心 展露不出来 那就是困扰的状况 那全部 都有 那就是精神 动能很好 那就是精神健壮的状况 那这位困扰的青少年 他变成一个无所事 时间一直流上过去 生命动了好像没有用 倒是烂烂了 没有一定的方向 那反而会伤害自己 一直想 动能又在想负面的 所以他这种一直在叹气 自己总觉得是 他好像父母一般的 就在上网交约 看不到的朋友 所谓朋友 到底什么朋友 搞不清楚 那他叹气说 最好父母现在要求他做了什么 无论做什么都好 他有内在的呐喊 带我去做什么事情 但是父母跟他 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僵化状况 已经不想争吵多少次 父母说 你一定要去做什么 家里面的电影要出来看 弄得他自己也在 被父母唠叨了很要命 那这个过程就变成 他最好你叫我下去做了什么 不然他每天这样 但是妈妈爸爸已经管不了 已经觉得再管了没有用 就变成一个很大的落差 那人说需要带我去做什么 另外一个爸妈 已经不想跟你讲了 一两年你都不通 已经争吵过了 那你不敢再讲什么 就卡在这种纯粹孤岛状况 妈妈也不理他 爸爸也不理他 自己天天像油粉一样 这个非常困扰 那很多不幸事件都在这种情况发生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刚才说 基本原理就是他脑力相对 他的生活脑力不够用 刚才那个住墙不息也没有 应对进退也没有 至于这种关怀别人更不用讲了 人家带他去吃好吃 他也没有感觉是好吃的 朋友要联络 他还不觉得这什么快乐的感觉 更不用说他还要帮忙别人 没有了 所以他是处在一个非常低落的脑力状况 所以这种关照脑力也是追求精神健康 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要了解我今天脑力够不够用 所以基金会有一个APP 我会鼓励大家 手机去上一下APP 可以帮自己做 我现在脑力是处在红灯还是黄灯还是绿灯 那重点是你要是一直维持脑力是绿灯的 在我人生的不管哪一个阶段 现在碰到多少难题做一做是不是绿灯 绿灯就是好像总统车队 要路过中山别道 再整齐弯 都有警察跟他弄好 你来一路向前走 人生很通畅 你不要到处都红灯 走到那里脑力都不够用 那你在保存够得很悲惨 就越来越变孤独的人 所以都是绿灯 很有信心抬头挺胸 向人生的目标向前走 所以随时侦测 脑力是不是在立灯状况 假如说出现黄灯怎么办 或是红灯怎么办 很简单啊 来这边听客就好 就要保养头脑去做 怎么去建立一些朋友 一些三五成群的 所以这个是APP的结构 看起来蛮漂亮的 你可以上去 你去做一做 就有分事出来 告诉你是黄灯 他会建议你要做金剑道 十二道的第几道 告诉你怎么做 自己做不来 就来这边听客 自己能做 自己帮忙自己 假设他可以同时做五个人 可以帮爸爸妈妈做 跟兄弟姐妹做 看到你关心的人做 看他那个分事是如何的 可以给他适当的建议 鼓励他 我会觉得我们台湾社很需要 这个基本的认识脑力 够不够用的 这种尝试跟技巧 当这个钥匙 我开这个钥匙 知道门往哪里去 因为这个钥匙 就是在做挫折 怎么样怎么样 就卡在那边不晓得 怎么下一步怎么办 所以 这是侦测脑力的 这个工具跟方法 那至于 刚才讲这个上面发生的问题 他是被关爱 所控制的青年 从小到大 父母因为有特别的成长环境 所以对孩子特别照顾 这个特别照顾的结果 就会造成这种 他叫做唠叨 永远好像都卡在一个 他自己就不要到那里去了 所以刚才说 青年人感受非常强 他感受到自己民事方向 他全部都放掉 天天卡在那里面 就变成孤独状况 所以这种 父母 对他这个应用的方法 就是要所谓 关照环境 对这个孩子来说 他要了解 从小到大 父母是基于怎么样的情况 对他会 让他觉得 父母永远就把他拉住 不让他自己 有自己思考空间 要了解他成长的环境是如何 所以了解自己脑力 够不够用 这个够不够用 以他的本性 已经 因为本性不会太 什么不好 都是乖孩子 那这个环境 运势如何 所以他要 对这个环境 要有所突破 才可以 让他的脑力 可以有所施展 所以关照环境 就要去了解他的成长环境 最后就是要 有三种经营的功夫 对这个孩子来说 他有三种经营 第一个 要经营脑力 压力要处在利腾 所以要 刚才说 要刚才做脑的基本操练 每天生活归例 要用心生活 还要每天去安排一点什么活动 让他觉得有成就感 好像在活着的感觉 从他能做的先开始做 不要说 什么要出国准备什么 能做叫什么 早上八点起来 晚上十一点睡觉 就能做 从这边做开始 规律生活 早上起来 精神饱满的感觉 才可以做下一步 去帮妈妈做早餐 或者做什么 都是可以做的事情 要从这样去 让头脑慢慢活泼起来 第二个 要精进家族三无成亲 先跟父母做精进家族 学习被父母关怀 也要关怀父母 大概生意做得好不好 从那边做开始 关怀他的弟弟是怎么样 跟弟弟在一起 然后再去跟朋友 一步一步向前走 最后就是透过这种生活里面 他自己内心就有收获了 越来越看到阳光了 那就可以一步一步可以走出来 意思就是要他从脑力不够 要变成可以够用 这叫脑力比压力也太小了 要把他恢复这个脑的能量 透过刚才的这个努力 让他能量越来越强 那就可以一步一步向前走出来 假设你父母立场也说 怎么陪伴他这个人生很悲惨的事业呢 这个非常空洞孤独的状况 可以再走出来 那这个很多父母都怎么样 逐节反应 你就出来 不要死都在当心来 这是很平常的反应 这个越想就越严重了 不了解他的脑的结构的这种特性 你一讲一句话 那我立起这个吸音 哇 他这个贴的不只是巴巴的吸音 他整个情绪反应是白一只白的那种 他就把门上手的那里来一点 更气 所以这样懂得那脑的特性 怎么去引导出来 所以刚才讲的是有一些教材 我大概画龙点击式的讲 这个教材是我们这边有 大家监管就可以有的回去 我都鼓励大家 假设你信仰基督教你一定放圣经 那你来听他这两课 可能拿一套尖剑道放在你的圣经旁边 我们要神也要忍 要祷告怎么像麦克拉赛 你也要自己操练 要不然神有时候力量光在那边关照死不出来 你要把他一眼生出来 你就去用他 假设信仰佛教的 除了你放心经之外 你可能还要放一套经见道 要不然佛到底就在那边 问你怎么去做 要从脑科学做基础 一步一步去做 所以这里面了解了 刚才讲过了 那还有四本基本的教材 有两本这个精神热火的一些说明 那大家可以随时可以 碰到什么拿出来看一看 是哪一张可以适用你当时的场景 或者隔壁那个孩子 你看一看去跟他父母讲 那你就可以很多参考点可以去应用 我的一个部落格 大家故意去看看 不吝时还有一些特别的说明出来 现在已经有二十五万人去去看过 所以你就慢慢增加变成三十万或者一百万 目标一百万 大家都有贡献 那不是只有你看 你看他告诉别人 光你看你自己 你的珍珠放在口袋 不会花亮 拿出来给他用 那这样才达到他的效果 所以今天的网站 大家可以随手去看看这个网站 一些新的诸讯 我也鼓励大家 假设你用LINE的话 可以去里面 定时的活动 可以告诉大家 这后面大概都有这个QR Code 可以用 YouTube 这边的演讲 我们这个大哥在那边录影 就放在YouTube里面 如果你听了很有意思 你可以告诉朋友说 那什么时候开始 基金会有一个YouTube 你可以听看看 或许对你现在 可以给你做参考 用这样就可以 齐划他的动能 你不要很强 你会看不可 那就不看了 让他好奇好奇 那给这个参考 听一听 或许可以给他们一些好的帮忙 所以以刚才的这个孩子来说 我最后的给大家做参考就是 他已经迷失了他的人生的方向 所以对父母 有点被父母的关爱绑在里面 他自己不存在 就变成要变成很失落 那这种变成很漫无目的 他除了有生命动能 就在那边打转 失散不出来 所以这种孩子呢 就是要让他跟父母的这种 互动的平台重新建立 原来不对了 原来父母不了解他脑的特性 那这个孩子没有 适当的投顺出来 所以要重新建立互动的平台 让他可以一步一步 展露他的生命的动能 另外让这个生命动力流善呢 第一个让他表达 感觉说建立规律 经见到跟他讲保养通老的方法 他要跟旁边的有连结 有时候就一起去开车前家去哪里散散步 不要匆匆忙忙赶快散步又回来 只有散步没有到东西 去散步 要不然他头脑就孤单在那边 要打开脑的几种通道 跟父母的互动 分享生命的新平台 去吃完 不要只有吃了一顿蛋又回来 吃完当中要讲到 这个师父煮的菜是什么菜 味道是如何 这样可以拓展分享的内容 跟父母一起的家庭活动 重新创造出来 不是只有说要好准备念书准备出口 这个菜太单调了 要多一些色彩 所以熟族规划定下来后 就要熟族规划 真的要出口吗 决定了 好好去规划 有了前面的布局 才达到主题 不要一下就讲主题 期待他出口 他已经动能已经分散掉了 动不来 所以要有一点布局 可以再来做要做的 然后要懂得常常做操练 因为对他来说 头脑脑力不只是一个经验 过去就这样 所以要他做放松的这种体会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案例 刚才我讲的精健道理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带动这种孩子 可以跟父母做生命游戏 可以一种新的场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最后我可能这边就会跳过一些 基金会的基本就是要推广 我今天讲的东西 在台湾的有15个 除了台湾也有其他的这种教室 都是幽族生命教室 在讲类似的题目 所以你们假如有亲戚朋友 同学在哪里 或许你觉得他需要这方面 可以鼓励他去参加 当地的幽族生命教室 当地的这些活动 那这些诸讯 大概双业刊都有这样的资料 你假如还没有接到双业刊 刚才我们的配选主任 鼓励大家 你就把它登记起来 它就会寄给你 要不然就email 它会送给你 用这种方式 基金会你给的资料绝对安全 因为这般都是善心人士 不会拿去做什么用途 只是跟你有互动的 你要资料 要什么可以跟这边联络 那他们可以联络你 所以基本上上网站 也可以得到很多的资料 那根据刚才讲的目的 大家在一起 我们很多助攻 前台湾在用心 大家三五成群在一起 假如说有人有困难 当然要关怀他 所以弱树主群要关怀 但是更重要是 预防更多弱树主群的产生 刚才讲的脑力不够 以至于孤独现象 再加一个稻草 就发生事情了 孩子为什么会杀爸爸 会杀祖父母 父母会灭蛋儿童 都是那根稻草 当天开生气 开生气之前 是脑力不够用 是孤岛现象 所以脑力不够 孤岛现象 再加上一个冲突 就爆发出来 假设是脑力够 很健壮 冲突归冲突 都是小事情 在脑力不够 孤岛孤独生活状况 一个小冲突 就变成大爆发 铸造弱树主群 就会有生命上的财产上的火灾 什么问题 所以怎么去预防弱树主群 是精神健康基金内最重要的使命 那当然有问题 大家互相关怀 这个是大家都在做的 那基金会 精神健康基金 跟其他的团体不同了 叫预防基金 这是以前圣元法师也有这样的感叹过 他说我们政府专业人员 在做这些弱树群体的帮忙 都是对 预算都还不够 但是这样做也不够 还不够 因为他就没有心灵环保 就是没有做预防的工夫 心灵环保 讲得很对 很好的方向 基金会大概也是跟同样的方向 问题偶日接偶比奥 其实比较有骄傲的感觉 我告诉你 从脑科学一步步怎么做 光从宗教有时候就 那个什么 智慧也没那么高 就做不来 光知道不晓得怎么做 所以从脑科学一步一步慢慢做 没有事成班 就是要踏实去做 改变脑的结构 使他朝着这种幸福人生放下去 所以一个是在我们的灵米间 我们在广为传播 今天你所听到的事情 今天有听到 你能够讲个几句就很不错 讲给旁边弟弟之间的 亲戚朋友 也会聊聊 可能脑力不够 脑力不够很中性 不会损到别人 脑力不够就充实就好 情绪就好 就稳定不会忧郁 或不会乱生气 所以很中性的用语 可以来当做一个出发点 能够真的有困难的 有困难的人就要 特别要关心他 带他来参加活动 假如可以的话 你甚至于礼拜六 要有时间安排 我请你来参加 一起来参加 只要你带动一次 你可能救了一个人一生 改变他的方向 有可能 所以给自己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台湾里有十六个这样的活动 地方在进行 那这个 这种活动 当然要 我的目标 我们所有朋友的目标 都在未来的五年里面 已经过了一年了 要把精神健康的信息 传到台湾每一个邻里 总共需要多少人来做的事情 需要三万个人 意思 有三万人听到这样的演讲 不要你只听了听了放在口袋里面 你听不听回去家里面 有时候聊天 喝咖啡 家族聚餐 屋长就拿出来谈一谈 有什么样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 他大概就脑力不够 就造成这样 脑力不够 人家问怎么办 就培要脑力就好了 很简单可以来散布这样的信息 所以鼓励大家经营精神健康家族 我们现在的家族常常人数太少 大家又忙 这个年轴力不好不好 不太好 有的很好 大部分都是太松山 太忙 所以需要经营一个 不是骨肉侵家族的家族 叫精神健康家族 那有这样的可以 一辈子不会落空 人家脚退而三枯 我们是聪明人 有两个家族 那就可以 永远可以不落单 永远有人在旁边 万一脑力不够用 有人可以一起帮忙 一起努力 所以 那这个也是 值得大家 但是也就是把他多宣传 因为基金要弄到每一个邻里去 需要有些经费 所以我们就是要做 六五一 六五一 可以上部给多少人 假如一个 一场一场这样累积起来 我相信你们 台湾的各邻里 有这样的了解的 很快会 完整的去布满 这个很容易 大家也多宣传这样的 喝咖啡时间 我的这个讲话 可能就在这边就解释了 谢谢大家今天来